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陈雪静 今天的一个大盘 呈现的一个量缩震荡 收小红的一个格局 ODC的一个贵买指数 今天是呈现开高震荡走低 收小黑的一个走势 那么面对台股 缓步震荡进进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指数也一如我们的规划 来到了10,242点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又要怎么样来做看待呢 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四 将有国际圈将有三大的变数 第一个就是 美国前FBI的一个局长 科米 那么即将赴的一个参院厅来做一个怎样 听证会 出席听证会 第二个就是英国的一个怎样 总统大选 再来就是欧洲央行ECB 例行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些 可能也都会牵动的一个市场敏感的一个成金 那么在这个礼拜四面临这三大的一个变数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后市的一个行情 他是会做拉回 先蹲后跳 还是说还是一路一路的一个怎样 晶晶大涨上去呢 到底要怎么样来做评判 来 从4月21号开始 当时大盘指数下沙来到9622点的时候 不论是看空的人 从过去的一个8000点9000点 一路的一个被嘎工上来 纵然 4月20号 一路的一个下沙拉回 9622 绝佳买点弧线的一个时候 但是我相信看空的人还是继续的一个看空下去 但是看多的人也可能因为指数的一个拉回的一个整理 纷纷转了保守 甚至认为可能指数还会有下沙拉回再探底的一个压力 但是在当时 我就跟他说过了 我说攻击力道已经转强上来 1.18 扣盘手这一只手已经伸进来了 当时我就跟他说过 最大危机已经过去了 准备迎接万点行情 我相信如果你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家族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忠实听众 以及9M的 这些的一个粉丝好友们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大家的一个眼睛都是雪亮的 后来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有没有照着我们规划大涨上来 有 从9622一波大涨来到 1058点 再创破断的新高 再创破更新高的时候 5月18号又因为 川普的一个正式风暴的冲袭 的一个跳空压下来 但是在压下来同时我也跟他说过 攻击力道当天多少 1.09 代表在压力的过程当中 有一只手 他再怎么样 趁着当天的一个飞进去因素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影响 在什么 在减便宜货 结果你可以看到 我就跟大家说过 趋势还是向上 并没有改变 那你可以看到 到今天为止 再创破断的10242点 Bingo 完全印证 完全印证 所以市场上谁才能够啊 领先市场 真正来帮你创造真正的获利 我相信大家 应该都知道 并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那么随着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 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一个霞虎的一个震荡 今天攻击力道 小一只有0.97 尤其在礼拜四 因为有这个国际间三大的一个变数的影响 Maybe 它可能会有怎么样 会有震荡 但是在震荡过程当中 我也跟大家说过 只要它不破短线关键转弱 明日的短线关键在1040点 你记好 1040点 这是明日 电脑每天都会帮我们先设算好 那么明日短线关键1040点 只要它没有跌破这个关键价转弱之前 那么我还是老话也去 有压回 都还是你的机会 有压回 都还是你的机会 包括OTC贵买指数也是一样 当时候的一个那只 哇 杀得很凶 但是我也跟大家说过 已经来到什么 来到支撑了嘛 来到支撑 一刀划上来告诉你先看什么 先看天堂路嘛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 当天的攻击力大多少 1.89 1.89 结果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这波的行情就如同我们的规划 就是 标标准准 就是来到什么 来到天堂路 那同样的 短线上 今天恭喜力道 0.89 可能短线上会 maybe会稍微怎么样 震荡一下 不过我还是老话也去 金星掌格局 还是没有改变 那么重点还是在个股 就是要看个别体财股的一个表现 那么金星掌格一个格局不变 就看个股的一个表现 那么到底要怎么选 怎么样来掌握呢 如果 你去买这种股票 要不OK 哇 底部嘛 底部嘛 很漂亮 可那 底部很漂亮 但是 是底 非底 他真的是底部吗 你看到底部 你去抢 结果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今天马上 噗通噗通 就怎样 就下杀 雷霆下来 包括 安瑞KV也是一样 哇 吉拉上来 看起来是一个底部吧 因为最近什么 最新的一个勒索病毒啊 噢 试灭嘛 所以 哇 他刚好 这一段 炒这个理财 哇 你看起来底部好像让他冲出去了 但是怎么样 一样 是底非底 结果 所以如果说 你去买到这样的一个股票 当然就很不OK啦 我在之前 我也跟大家说过啊 真的啦 要懂得养成什么 赚钱DNA的一个好习惯啊 什么样的一个DNA的一个好习惯 第一个就是要怎么样 要不被自己的一个情绪啊 所左右啊 我们可以常常看到 很多人在台北股市场上 为什么没有办法赚到钱 因为常常都会受到市场上的一个杂讯的一个影响嘛 以至于大好机会来临的一个时候啊 哇 就在那边犹豫辞余 不敢买嘛 所以才会错过这么一大段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嘛 第二个 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不受损失嘛 那么要怎么样 学会保护自己不受损失呢 就是要懂得什么 充分认识这个市场 跟产业的一个脉动嘛 你要知道现在市场 到底这些的一个法人业内 以及大户中食物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以及现阶段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焦点 到底在哪里 这些你都必须要能够一清二楚啊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看到像刚刚你买到 如果说你买到安类的一个KY 或者是买到的一个柯纳的一个KY 你看柯纳今天扑通 杀跌停 情何以堪啊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 选择值得投资的一个行业跟公司 那么什么 是值得投资的一个行业跟公司呢 就如同啊 在六月一号的一个时候 我们庆祝我们的一个 震生广播电台的一个首播 六月一号的时候 当天啊 老师啊 特别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啊 把最好 最棒 六月标股奖先看 这份的一个资料 送给了一个大家 你可以看到 在这份资料里面 老师啊 特别跟大家谈到的一个值得 非常值得 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它是非常值得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 它经过了一个怎样 震荡整理之后 控盘指标翻红 它即将再孕育一波的一个怎样 涨势的一个开始 就算你没有买在底部 但是 在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买 很清楚 控盘指标翻红 攻击力道转强 并且 它又是站在什么 产业潮流的一个趋势上啊 它又是什么 智慧制造跟机器人 概念体材的一个潮流 也是当下最夯的一个潮流啊 老师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好的机会 我们把最好最棒的股票 送给了一个大家 你有没有买 我不晓得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当天啊 资新小赚获利出之后 资新马上转进 值得 市价买进 9点的10分 9点的10分再50块 我们以三分钟来算50块7毛钱 你可以看到 当天现买现赚 涨停板 值不值得 是不是非常值得 涨停板之后 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还没有 你可以看到 当你拿到这份资料 就算你隔天 你咋办你闭着眼去买 你通通都是赚钱的 是不是非常值得 持续大涨再创新高 已经来到多少 57块7毛钱了 大涨再创新高之后 他结束了没有 还没有 精彩好戏 还在后头 结果你可以看到 5月2月3号上礼拜六 持续的一个上涨 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了一个六字头了 真的是太棒了 能够啊 看到大家 都能够开心赚钱 快乐过生活 这个老师也觉得 非常非常的一个开心 但是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还没有 结果你可以看到 6月6号礼拜二 再创新高 又来到多少 60块半了 然后今天呢 今天呢 再创新高 又来到多少 62块8了 真的是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发大财 我们又是市场上的一个 大赢家 这样不过才几天 一个交易日 两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 四个交易日 五个交易日 六个交易日 短短六个交易日 从50块7到62块8 这样大涨了多少 23.8% 23.8%是多少 一百万 六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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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你就能够赚 23.8万 这样一次 两次 三次 一次只要两成 五次下来 你的资产 一百万 就可以怎样 变两百万 两百万 就可以变四百万 四百万 就能够变八百万 那么如果说 像这样的一个 一档的一个好股票 如果你错过了 那么接下来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 一个股票 顺你非赚不可 能可以来留意的 一个体财主流标股呢 有的 在之前我们也都 跟大家分享过了 立八三合 你可以看到 这档我们也是从 5月16号22块 开始锁定 现在难得 再次回车户贵线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好机会 今天小涨 今天小涨 特别是 他跨入健身跟器材 零配件领域 新产品获得认证 健身器台 也增加美国的一个 大个户 以及新厂 产能的一个 过程带动之下 6月开始 他云运将爆发 那么趁着股价 还没有大涨上来之前 你是不是要 懂得来做把握 包括 我跟他讲的 硬是了得 也是一样 你如果说 你在5月31号 在相对低档 你没有跟上 我们脚步的投资朋友 那么趁着现在 在做一个高档 阵仗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问你 您要怎么做 甚至包括 我跟他讲的 非常经验 也是一样 这都是当下怎么样 最夯的一个体材主流 以及什么 以及台郡 你可以看到 台郡 从4月19号 第一波 100块附近 先怎么样 先开金赚到 119 拉回来 6月1号 回测气线 再怎么样 再建议会员 106.5平盘位置 可以再买进 两成的一个 两成的一个资金 这两天 做一个 亮缩震荡洗盘 在亮缩震荡洗盘 的一个过程当中 现在拉货 都还没有 还没有发酵出来 一旦拉货 发酵出来之后 那么我问你 你是要买在现阶段 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底部整理 还是要等到将来 喷出大涨的时候 才要去追呢 我相信啊 大家 都是聪明人 如果你不喜欢 乱七八糟的一个股票 喜欢名门正派 有价有量的一个怎样 好股票 并且想要实实在在 能够赚到钱的一个 投资朋友 来 来 标股新天地 欢迎你加入 欢迎你加入 ID& GOLD 99 小写GOLD 99 加入标股新天地 带你教育 标股更容易 老师用标股 来帮你写日记 或者你有其他 不晓得该如何来处理的股票 想听听老师专业 良心的一个建言 来 也可以啊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23219933 23219933 跟我们取得联系 老师会亲自来回答你手上 股票的一个疑惑 最后祝大家获利满满 满满幸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